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盘一个结构 目前你所看到的是 台积电跟其他类股 在轮动轮涨 比如说台积电大涨的时候 其他个股休息 那台积电跌的时候 其他个股就往上 所以当台积电大涨 强势基欧股回档的时候 你不觉得就是你卡位的时期吗 这个我一再提示你的 操盘的一个节奏 所以昨天台积电大涨创新高 你会看到很多档个股 好像在整理 好像在休息 那今天呢 好像不一样了吧 今天台积电回档 其他个股就往上走高了 你看一下 昨天告诉你的这一档心象 我会告诉你即将过高 今天有没有印证 838再创新高 从低档区的683 到今天的838 一张超过150块钱 多多航情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赚到可观的财富 因为要赚取波段的一个利润 不是那么简单 这种盘啊 你如果说要赚一点小钱很容易 就同我跟你讲的嘛 盘在台时 强势基欧股在跌的时候 你下去买 上去你一定会赚钱啊 只是说 多头航情能赚要尽量赚 一档股票如果可以赚5成 千万不要赚了5%就跑掉 那非常可惜啊 是不是 所以整个一个心象 游戏股啊 EPS超越环球金 赚超过三个股本的基欧股 我趁它900多块回到683 趁跌的时候 告诉你要耐心低接等分出啊 或许布局完之后不会马上冲 但是该来行情它总是会来 因为欣老师会帮你掌握未来 所以整个一个心象就从683 它有没有喷出 打出钟长虹来到774 这样已经赚了91块钱了 出现天亮 我说还有高点 既然还有高点 它创新高最高816嘛 回档修正来到782 我说抱着 抱着啊 不愿其还地告诉你 这档股票还没有走完 尤其这礼拜 我怎么解读它的后事的 关键性的转折 我总是会跟你带到 这是你跟我合作的好处 盘中四个半个钟头 你要知道一档股票 即将发动了 那是有难度的 是不是 所以整个心象回档修正 我说抱着就对了 礼拜一 心象777 三个7 连成一线 我说依然看好 看好是心象的寒教效运 因为寒假来了 学生喜欢打游戏 所以整个游戏股 一定会有一波的行情 这是我的解读跟看法嘛 所以我礼拜已经告诉过你了 游戏股的心象 寒假来了 一定会有一波的行情啊 所以讲完之后 礼拜三 盘中大涨24块钱 昨天心象回档 他在落 他没有涨嘛 昨天台股 涨几点 涨300多点吧 这盘中啊 盘中印下来的啊 涨300多点嘛 心象有涨吗 没有涨 还跌 我已经告诉你 他有机会再创高 像这种股票 在回档的时候 你们比较不会受到 其他分析师的一个青睐 其他分析师 大部分都喜欢讲大涨 涨停板的股票啊 监气老师股票 有没有涨停板 一定有的嘛 洪杰克 涨停板在创新高啊 但是我是礼拜一 趁大盘击杀了200多点 下去逢低承接 记得吧 这样上去有没有20% 赚涨停板 赚波段 真的要靠实力 心象啊 昨天回档啊 我跟你预告 有机会再创高啊 今天大涨 盘中最高838 有没有创高 什么是讲在昨天 让你印证在今天啊 亲爱的观众 一档股票昨天回档 我说会创高 今天有马上 印证了之后 你要怎么做动作 我当然希望说 接下来的 延月下雨行情 以及二月份的 红包经营行情 你可以跟我并肩作战 我一定好好跟你照顾 你看我在分析 当股票的一个完整流程性 你不觉得 那就是我带给 会人的一个真实绩效吗 从低档区的683 到今天838 一张155块钱 买个十张啊 155万 买个五张也好啊 70几万啊 会会算什么 绩效比较重要 如果你现在跟的一个分析师 他绩效不符合你的期待值的 纵使他的废费很便宜 打完折之后再打折 结果呢 你给我整块钱 那没效嘛 便宜的废费 没有的一个绩效 你再跟下去 不是徒增你的困扰吗 所以希望秦老师这边的一个行情 你剖析 如果让你印证那么多档个股的波段 你行情 你就不要再措施了 你真的不要再措施了啦 是不是 683到838 这个位置我有告诉你要卖吗 当时啊 810几块钱啊 没卖嘛 下来抱着啊 今天不是创始高吗 赚波段 那要给秦老师时间啦 这一档星象 从我683买完之后 只有这根中长虹 大涨啊 盘中亮灯嘛 其他你哪一天看到他涨停满过 这种股票 很多朋友可能都是看看而已啊 你们喜欢那种 涨停涨停再涨停嘛 那不是真的厉害 那不是真的厉害 你自己去想看看 就对了啦 所以昨天有告诉你一档 细致才刷卡晶片的 我说他即将过高啊 我说他即将过高啊 很多人看到我这样的一个分析 你已经猜出他是利望了嘛 因为这张股票 在五六年前 我就发现他的投资价值啊 当时候 我记得是一百多块而已 后来呢 沿路的大涨 翻倍的一个上涨 所以整个一个利望 在昨天是不是关键性的时刻 我要问你啊 即将过高啊 昨天没过高对不对 3529的利望啊 今天有没有过高 今天有没有过高 又被我讲对了 昨天是不是很关键 跟昨天我分析形象一样啊 昨天形象嘛 你家还没过高嘛 今天过高啊 昨天利望过高了吗 还没过高吧 今天来到766 盘中 有没有亮灯 没有 差一点 但是有没有过高 有没有过高 一档股票的一个价值 在他还没有冲出去 之前 季老师会发现 他的优质的基本面 我一定带会你先卡位 这是必然的事情跟动作嘛 所以整个一个利望 昨天 对 这么漂亮的一个分析啊 细致才的刷卡晶片嘛 你每天要不要刷卡 嗯 所以呢 利望为什么享有那么高的股价 这很清楚嘛 所以整个利望的一个架构 昨天 买了几块钱 昨天礼拜四 11点26分 细致才刷卡晶片的利望 强势整理 699以下买 26分股价印下来685 你去对时对价 就买在685 收盘几块钱 699 这昨天收盘价 因为欣老师 因为上一点半的节目 所以这个K线 694是还没收盘的一个价格 在694啊 昨天啊 那其实昨天那个收盘多少 699嘛 买了几块钱 685啊 685到699 昨天 买完之后 赚不多 14块钱 今天有没有赚更多 今天有没有赚更多 今天盘中 766插两块亮灯 昨天是不是很关键 685啊 到今天766 你自己去算嘛 几块钱 81啊 才两个交易日耶 一档股票 可以撞造出81块钱的利润 所以我昨天已经跟你提示过了 目前强势多投格局 你知道大资金的 也就是说有钱人的 他们的投资的眼光在哪里 在高价股 高价股为什么成为高价股 因为基本面得到市场上的一青奶 这也是我目前超盘的重心 因为高价股 特别容易赚到可观的财富 两天的时间 从昨天的685到今天的766 两天啊 811块啊 真的过高啦 昨天有过高吗 昨天立望有没有过高 没有嘛 这位置怎么会过高 但是很多人认为说 一档股票即将来到钱波高了 是不是应该要卖 做高价如果这么简单 你不用对我做 但是做高价如果对他说 很困难的你就好来对我做 什么是看到未来 昨天立望 你敢买吗 我问你 钱波高已经快接近了 可以买吗 我没有看到未来 就是因为看到未来他会过高 昨天是不是关键性的 你们一脚的买点 买在685 今天果然大涨 差一点亮灯 真的过高了 真的过高了 我不用跟你吹嘘我之前 买在这个位置 老同学 12月底 当时清晓师还没上非凡电视台 但是如果你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你会知道当时的一个 刷卡晶片的立望 你看这种漂亮的营收 那股价回档 有没有看到 我是趁他回档 来到相对低档支撑的 595 12月底的同时 我这边开始买了 洗一下就往上走高 对这边买的到今天为止 是可以创造171块钱利润 你昨天跟我买的81 差一倍而已 不管什么价位 你跟我买力旺的 你有贪得翻过吗 这行情好贪吗 高价股是不是特别有机会 市场上目前现在一个角度 你要懂得会有比较的效应 现在不是在喊说几千斤几千斤吗 其实当股王大力光一再的冲 冲到四千五千六千 你又知道高价股 对目前的一个市场上 信力特别的有 所以立望 买在这个位置的 到今天为止171 纵使昨天新同学 亲爱的非凡的电视观众 新同学嘛 我就当我买这685好了 685好了 今天766 两天81 买个十张81万 买个五张40万 快不快 快不快 多头行情非常具有魅力 魅力在赚取财务 非常的垂手可得 但是你要跟着 专业的一个脚步 没出一支嘴啊 对不对 金老师 摊开我的操作 呈现在你面前 会员的进出 拿出抗讯来跟你对时对价 我这是在跟我们会员 做交代啊 这个对时对价 是跟我们会员 在对我抗讯的时间跟价格 我已经承诺你好多遍了 保证一模一样 那个时间加为 保证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你之前 跟过多少分析师 哪一位分析师可以向我 坦荡荡的 把一档股票的操作流程 呈现在你面前 你敢找有 应该很困难 因为股票市场上 要成为金字塔 顶端那个赢家 绝对是少数 绝对是少数啊 大部分的都是输家 所以你去探听一下嘛 你周遭的朋友 面对今年度的大多数行情 哪几位真的赚到大财富 那你去问一下 金老师的会员 尤其是高阶的 越高阶越容易赚到大钱 因为我们的会员有分等级 我的会员大概都分成 普惠特惠尊容 那因为每个等级的会员的资金 规模不一样嘛 那配置的股票 方向当然不一样 越高阶的 买的股票 当然是越高价 简单来讲 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好不好 所以这场四星高价股啊 这一段没赚到好可惜 对不对 眼睁睁看它上去嘛 但是不追高 1月12号当它长黑 打下来来到750 强势股下来是可以低接的 它赚超过股本 极有股啊 这边我也没有买啊 很清楚吧 那上去之后回档要不要买 这不是很肯定的分析吗 所以四星750 下来是可以低接的 这边750啊 就是它的支撑啊 都没有跌破啊 昨天942 跟正一下 这是今天啊 昨天是来到902了 152块 今天再创新高 942 几个交易日 24689 有件吗 当时候在750 谁会分析四星 下来可以低接 金老师送分体啊 送钱给你啊 看你会不会把握而已啊 所以整个四星就从750 涨到今天 波段新高92 这样192块钱 10张又将近200万了 这是什么行情 这叫大多头行情 大多头行情 你要懂得市场上的资金的流向 所以这档平概股 高价的郁金光 是不是在低档 我有带你去追高吗 嗯 郁金光的基本面 稍微看一下 很多新同学 郁金光 去年度前三季赚18块钱啊 108年度赚24块钱嘛 做它基本的EPS 两个股本跑不掉啊 极有股吧 股价修正了一大段 转折向上 今天要不要买 9点18分 郁金光 第一档转折向上 467附近买 18分股价印起来 466 你去对时对价 早盘的郁金光 你可以跟我买在466 或467 保证定增交 对 有带你去追高吗 你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我知道你一个想法吗 大盘 看回不回 一直涨 你怕 说你买的股票 是追高的 没有错 你怕 我也怕 所以将近2000档的股票 你要知道什么股票 在低档区域 然后即将转折向上的 或是整理的末端 即将转折向上的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点 需要我协助的地方 金老师 大方的帮助你 我可以给你借重的地方 就是我的专业价值 你要相信我 你要相信我 所以郁金光 今天466 买 盘中 有没有大涨 早盘 这边是不是都在465 466 这条线465吗 所以466 467 一定成交吗 买完之后盘中 495 刚才看一下是不是亮灯 我来看一下 盘中有没有亮灯 最高499.5吗 金老师有没有让你赚到宝 499 这边是不是很老卖 一个多钟头都在466 467以下 买完之后拉高 再洗一下 再拉高亮灯 掌停盘打开 要冲掉吗 要做短线吗 当然不用 好不容易一档股票 来到一个相对低档 基本面赚两个股本 从674 跌到444 跌到230块钱 这不是超额利润的买点吗 是不是 所以这行情 轮动轮涨 有时候台积电跟其他类股 再轮来轮去 再轮来轮去 台积电跌的时候可以进场 其他个股跌的时候 也可以进场 总而言之 多头行情轮动轮涨 所以另外一档平概股 营收创下利益新高 跟郁金光一样 跌了一大段 这不是底部 这不是底部 它当然有波段 营收创力新高 股价在相对低档 而且足处一个底部 我希望明天的一个低点 那是你再度上车 很好的一个时机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欢迎问到节目现场 今天台股跌了134点 再跌谁 跌台积电 大家都知道 但是其他类股 它是涨的 你看一下 红杰科亮灯涨银 转上新高 所以像红杰科 这种强势集合股 你要趁着大盘涨 台积电涨的时候 它回档的时候 跟我做卡位的动作 什么时候 礼拜一 关键性的转折 千老师给你带到 礼拜台股盘中跌了几点 跌了200多点 将近300点 红杰科基本面新高 红杰科基本面新高 红杰科丁码稳 三天回档 叫转折又来到支撑 要不要买 我在分析股票 有没有面面俱到 这么漂亮基本面 这么漂亮筹码面 技术形态 然后支撑 趁大盘重做低接 当时候137.5 我大概买在141 收盘是143 买完之后呢 好像没有低点了 对不对 礼拜一趁大盘重做 低接完之后 礼拜二大涨6.7% 礼拜三 红杰科涨还跌 他跌啊 跌了三块半 当天我告诉你 他表现不错 你会认同吗 他跌 他没有涨 违凡收16.5 跌三块半 我告诉你表现不错 他是不是真的很不错 涨上来你就会认同了 跌的时候 你不见得吗 所以庆老师的反市场操作 值得你来借重 什么是低档买高档出 你要学会这样的操盘节奏 如果你学不会跟上来 我盘中教你 我盘中带你比较快啊 好不好 所以礼拜三的红杰科 跌三块半表现不错 礼拜四 是不是真的很不错 154 创新高 昨天啊 那今天红杰科 只要亮灯给你看 166 166 再创新高 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20几块钱啊 20% 将近20% 没有错吧 买在这个关键性的转折 那真的需要功力 不是今天涨停板了 才来摇旗呐喊嘛 这个位置 有没有带你买 礼拜三跌 告诉你会不错啊 有没有冲出去 这样就对了嘛 你跟我做股票 会双赛吗 我问你 是不是 这档环球青 当时候跌到360 赚三个股本的 来到波段地点环球青 你敢买吗 我说收脚指点大胆买 买在360 沿路的一个分析 沿路的追踪 来到12月份 665了 赚了快300块钱的 不用急着买 12月7号跌15块钱 650的环球青 还是告诉你留着 1月份回档修正 710留着 1月11号757 创破端高 还是不卖 今天环球青 亮灯 涨停 716 他昨天除息 配息8块钱 我们当然参加 他的一个配息 我不仅要赚 他股价的破端行情 鼓励 那是小额科 那小额科 被扣你 从360到今天716 716 有没有超过一倍 差不多耶 将近一倍啊 如果加上8块钱 等于724嘛 360到724 刚好一倍啊 所以转破端 给秀老师时间 我一定给你 非常漂亮绩效 电动车的帽连 我当时买在260 时间交易都给你对过了 260买完之后 你看一下1月6号 他回档来到257.5 跌破我的买点 我告诉你 下一次可以低接的 我没有闪躲 我应该负的责任 是不是 电视机的观众 看我节目应该很幸福 这是你其他节目 看不到的地方 来到257.5 跌破我的买点 告诉你可以低接 1月11号 270的 中线还会再涨 1月14号 278的 即将再创高 给你分析 隔天马上过高 创高285 礼拜一 288再创高 礼拜二 再创新高 昨天礼拜四平新高 今天的茂连297 再创新高 盘中 刚刚看一下305 305了 给你几次机会 给你几次机会 你应该很清楚 这是不是波段 这一档宣德 当时低档区 92.6 八天转折买点 上礼拜五 1月15号 106卖了 宣德 跌对不对 我看好啊 为什么看好 融资开始下降 筹码区位稳定嘛 你高点有跟我卖的 下来 当然是可以低接的 另外一档 漂亮机油股 高价的 赚超过三个股本的 EPS超越环球金 也超越新向的 非常漂亮一档机油股 它整理末端 即将冲出去 即将冲出去 破端理论 想跟我掌握的 今天的电话 你务必给它拨通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时对价 明天见 全部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形成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